我收到一个同学的问题 他这是夜修 夜修问说 如果想要在PickerView 在这个App里面 做两个PickerView 两个PickerView想要显示不同的文字 应该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想要做两个PickerView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说 所有看得到的元件 它都是UIView的子类别 如果是UIView的子类别的话 就可以用Tag 这个属性 就是用标签这个属性 来分别 来分别是哪一个元件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PickerView 标上Tag 我来实作一下 比方说 我来开一个ScoreProject Create New ScoreProject SingleView Application 然后我就叫PickerView PickerView PickerView Double Trouble 因为我有两个PickerView 所以 存在桌面 OK 如果你想要做两个PickerView的话 我现在就在Main Storyboard上面放两个PickerView 我在右下方搜寻PickerView 拉一个到上面 再拉一个到下面 把这两个PickerView的 DataSource跟Delegate全部连到ViewController里面 把镜头调一下 所以可以看得到我大概怎么连的 也是一样按右键 连到ViewController 像课堂里面交过的一样 下面这个PickerView也是一样 把他的DataSource跟Delegate连到ViewController里面 OK 接下来是重点 接下来就是帮这个 我们的PickerView加上不同的Tag 所以我来把镜头再移到这边来 所以你看我选第一个PickerView 然后选这边 这下面应该就会有一个Tag的属性在这里 所以我帮这个Tag命名成 这个PickerView的Tag 标名成101 下面这个呢 我选下面以后 我把这个Tag命名成102 OK 好 所以就回到程式码里面 我先让我的ViewController 再把这个镜头移过来一下 我先让ViewController 服从PickerView Delegate 跟UIPickerViewDataSource 接下来写我们这个PickerView的两个方法 三个方法 哪三个呢 第一个就是 Number of Component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分辨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如果 我们的PickerView 带进来的PickerView 它的Tag 如果是 101的话那就是上面咯 如果上面的话我们就要显示 比方说在上面就要显示 三个Component 那如果是下面的选单呢 我就要显示 5个Component是5个Component好吗 我其实随便乱写的 接下来是PickerView的第二个方法 那PickerView的协定的第二个方法是 你说是什么呢 你说是什么呢 是Number of Roaring Component OK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分别 分别它是哪一个Tag 如果是上面的PickerView的话 我就要显示 比方说十行 那如果下面的话呢 我就显示个 四行 我真的随便乱写的 OK 所以 接下来是 最后一个是 PickerView到底要显示什么文字 有一个叫做Title for Roaring 这个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如果是上面的话 我就要回传 我现在都回传同样的资料 我都要回传 如果是上面的话 就回传iPhone 如果是下面的话 我就让它都显示Android 那如果要显示不同资料的话 就 大家可以照的 这个 课堂上教的方法 显示真的不同的资料 这样 就可以做出 我来递一下 就可以做出 完全不同的 显示不同资料的两个 PickerView 全部都在一个画面上面 来递看看哦 等我一下我的模拟器 好的 真的是这样 你看上面这个是显示iPhone 有三个 Component 下面这个呢 都是显示Android 有五个Component 它就显示不同的资料 用这个TableView sorry 我讲错了 用PickerView的 Tag这个标签 就可以分别 它说它是哪一个PickerView 让它显示不同的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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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